還是我不是所謂 遭大批媒體追問員工 趕緊關上門 位於台中這間法律事務所 遭起訴負責人 沒有律師執照 卻能一夜 事務所員工很低調鄰居 一問三不知 原來一名先前 是美法店員工的游戲女子 被檢調查出 疑似是法律事務所的老闆 沒有律師執照 卻從2004年 就與先生一起經營 聘雇超過10名律師 8年就賺盡了 5736萬元 台中地檢署 依照律事法起訴 面對指控游戲女子喊冤 直說自己不是負責人 我們的名片上 可能有造成誤解 認為說 這個事務所是我們經營的 這個不是事實 修出自己的名片 上頭寫著事務長 游戲女子表示 就是這個職稱 引發誤會 負責人其實是 擔任所長的公信律師 事務所也發聲明標示 本所為公厚城所經營 檢方起訴的內容與真相誤差極大 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希望能盡速釐清真相 檢調與事務所說法 各執一詞 法律事務所堅持 捍衛清白 近代調查結果 司法智慧給個公道 記得台中綜合報導